今天新增6075宗确诊 再次刷新单日确诊记录 雪州确诊病例高居不下 州政府无意全面落实MCO 但也不反对全面封州 群体免疫需要6年 疫苗接种速度过慢 纳吉与凯里在先舍战 记得守住5月19号的百合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思雨 新闻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 最新一周的燃油价格 RUN 97调账一仙到两令吉61仙 RUN 95和柴油继续保持顶价 接着来看我国疫情数据 我国今天新增6075宗确诊病例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高确诊数 累计病例上升至485496人 另外 今天有46人病逝 活跃病例也上升至47,340宗 其中有559个病患在ICU治疗 我国疫情持续升温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找前指出 如果雪州疫情没有好转 政府将会考虑全面落实行动管制令 对此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 以及雪州抗议特工队主席 主级菲里阿默表示 在经济考量下 雪州政府不想全面落实MCO 我并不想尴尬 他也说如果是某个地区有严重疫情 就会在该地区实施更严格的行管令 主机菲利补充 尽管雪州单日确诊数高 但雪州的感染率与其他州属相比是较低的 因为雪州人口众多且工业发展迅速 不过在上述两位官员的记者会之后 今天下午就轮到雪州大臣阿弥·鲁丁 而这之前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也已经出炉 雪州病例高达2,251宗 他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全面落实MCO的问题 阿弥·鲁丁表示是否落实全面封锁措施 将交由国安会以及联邦政府决定 州政府无权利宣布封州 而雪州政府的立场是不反对 也不会阻止全面封州 不过他也强调如果雪州要全面落实MCO 需要探讨各种因素降低封锁政策 对于雪州子民的影响 我国冠病疫苗接种计划展开以来 已经未超过123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另外有超过76万人完成两剂接种 但我国人口有将近3200万人 到底要多久才能达到群体免疫效果呢 前首相纳吉引述资料指出 按照目前疫苗接种进度推算 大马需要6.1年才能达到群体免疫 纳吉说尽管国盟政府已经动用国家信托基金 但疫苗接种速度还是很慢 对此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反驳纳吉的说法 表示接下来的每个月 我国都会增加接种量 大马疫情严峻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确诊者和医护人员的故事 一名确诊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传染给家人 结果导致父亲不幸离世 让当事人悔恨不已 这名男子表示自己在感染初期毫无症状 直到同住的父亲出现冠病症状 他才得知自己是确诊者 曾接触的家人无一幸免 由于延迟送院 父亲入院的20天后不幸离世了 家属最后也无法为爸爸举行丧礼 丧事全由卫生官员主导 家人只能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另一边乡 沙登医院的一名医护人员 在社交媒体分享道 为确诊者插管麻醉前 一般他都会协助患者拨电给至亲 倾诉心理化 这一次他帮助一名妇女拨电给儿子 妇女对儿子说 妈妈没有怪你把病毒带回家 如果我不再醒来 请别自责 令人心酸 以上的真实故事其实每天都在全国各地发生 我们也恳请大家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 请待在家 换个焦点 尾巴冲突掀起我国反以色列及美国情绪 现在连可口可乐也不信殃及 我国穆斯林消费协会展开杯格犹太复国主义产品运动 抗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行 大马穆斯林餐饮业者协会也支持这项运动 此举意味着协会属下全国一共1250间餐厅不会出售可口可乐 不过 大马可口可乐发文告强调 大马国内可口可乐产品属于本地制造 不理智的杯格行动最终只会损害本地业者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本期百个大世纪是由太来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5月22、29、17、30号是太来虚拟开放日 详情可浏览www.taylist.edu.my